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3号特别针对了24221案 一位确诊的个案 进行了足迹的说明会 花莲县卫生局局长朱家翔 也特别呼吁乡亲们 要做好个人的自主防疫工作 来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花莲的疫情 那今天花莲有一位确诊个案 那他是一位案号是24221 20多岁的女性 他本身是个护理师 那他的心机值是23.9 那从这张关系图可以看到 他就是我们原来 这个外先世奶的两岁的小孩 任性团之后造成四位同事的感染 那受同事感染之后 他案23649 跟我们今天所发病的24221 他们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接触 在共产的关系 所以呢 他造成到感染的一个现象 那他本身跟江南同住 那本身没有关系病 他在3月31号的时候 他有做过PCR的裁剪 是硬性的 那所以他列为这个制度健康管理 那4月1号 他都想去直接上班 那他本身是完成了 这个3剂的疫苗接种 包括2剂的AZ 跟1剂的莫德纳 那个案在4月1号的时候 他有出现一些咳嗽 有出现一些咳嗽 那那时也做了快篩 是阴性 那4月2号症状持续 那所以呢 他们就做PCR检查 那PCR检查是阳性 因此被确诊 所以这个个案 是跟我们223 649 有一个比较密切的接触之后 然后造成感染的结果 那在这个确诊之前 我们刚才报告过了 也做过一次PCR 做过一次快篩 这是我们目前的医院的政策 就是如此 那现在医院的每天 来上班的人 都不需做快篩 跟做PCR 那是 这才能 才能够来医院上班 所以这个案 目前是这个样子